哈囉 大家好 我是貝克蘇 今天要聊的主題是 約會 行程結束了 我們應該要幹嘛呢 那 通常呢 我們要先分幾種狀況 就是 第一種狀況就是 你約會 但是很不順 然後整個場面很尷尬 然後 可能因為你得失心很重 所以你可能匱乏 你可能想要得到什麼東西 所以這時候呢 就是 你很容易會讓整個約會是很尷尬 因為你很怕失敗或什麼的 對 那 嗯 這種狀況就是你的約會尷尬 那 通常呢 我是覺得啦 這樣子就不要再約續拖了 因為續拖我覺得應該也很難逆轉 而且通常 這種狀態你在約續拖 很有可能是 你會變成很毒 就對方可能會更反感 就是 假如你沒有 呃 沒有 用得很好的話 對 那 嗯 呃 另外一種狀況是 你們約會都很順 然後你都 呃 呃 我覺得他貓在打架 呃 就是你們約會都很順 那 你們互相都聊得很開心 那這種狀況其實 呃 因為續拖就 比較OK 但也不一定是OK 但就是 你要去看 你去判斷一下 假如你說 你女生可能說 喔 接下來要做什麼好無聊 或是 呃 呃 我想想 或是 他 感覺你 透露出就是 他沒有想要那麼早回去 的 Fu 或是 呃 你說 你等一下想要再幹嘛 他願意也陪你 他也沒有說 普遺亞或什麼 也沒有說他趕著要回去 都沒有這種反應 反正就是 他等於沒有反應 那就是OK 你就可以 呃 去約他續拖 你懂嗎 就是 你要去判斷那個情緒 怎樣判斷情緒呢 很簡單 你要習慣 看人家眼睛說話 對 就是 當你 呃 當你看人家眼睛說話的時候 就是 你知道 這個 呃 你可以從他的眼神中看得出來 他到底跟你這個約會已經到結束囉 這個行程原本可能是吃飯 或是看電影 你們已經結束了 他到底想不想跟你續拖 想要續拖啊 從那個態度其實感覺得出來啦 呃 你假如感覺不出來 很有可能就是 你可能太萌心了 或是 呃 你根本就一直在 關注你自己的感覺 可是 你忽略了他的感覺 很容易 假如你很緊張的話很容易 所以 呃 請去多看他的眼睛說話 或是 呃 觀察他的細微表情 通常細微表情是不會騙人的 那 假如你都沒辦法觀察到 你也沒辦法判斷 那你就直接約也可以 就說 欸 呃 通常續拖會有幾種 呃 續拖 呃 可以做的有 可能去看夜景 就是最大眾的嘛 那 看夜景有幾個好處嘛 因為 假如 看夜景的人 大運都是情侶 或是 呃 一群屁孩 呃 假如情侶的話比較多啦 那假如是有一群情侶的話 他那種情侶的氛圍 會讓你們兩個本來可能 你們不是情侶 但你會慢慢的靠近 對 就是說 加上可能 天暗了 他假如對你有一次 也許他會主動的拉你 或什麼的 那假如都沒有你也可以主動的拉他 就是你可以說 欸 有點暗 我怕你突然走路 拐到或什麼 就是 很簡單 但最好的情況就是 你在約會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牽他手了 你跟他已經互動很完美了 這當然是最好 你們看夜景只是在更加穩 可是假如你約會的話 都沒辦法做到的話 那你在 續拐看夜景 也許是可以 讓你們更拉近彼此 那當然 呃 整個約會呢 你都是主導的 就續拐你也是主導 所以 你真的不要 你續拐就在這邊說 欸 那 欸 你有想要去哪裡嗎 欸 拜託 不要問這一個 就是 呃 看夜景是一個地方 呃 去吃宵夜是一個地方 呃 直接回你家是一個地方 對 有很多可以選 當然 看夜景會比去你家安全一點 假如要去你家 呃 你得想一個理由 你不要直接跟他說 欸 被修感嘛 我們去打 打破一下 走 因為這樣去你家 嗯 除非他是很豪放的女生啦 不然 95%的女生會跟你說 我不要 因為他們不能接受 你這樣等於是沒有禮貌 對不對 不要這樣子 你可以說 呃 可能你有好想要 你覺得一個很好看的電影想要看 走 希望他陪你 就是回你家看 或是 呃 你家有什麼收藏品 或是 你家有貓貓狗狗 或是 反正一定一個理由 把它可以就是 就是帶到你家 這是一個方式 可是 你要帶之前喔 呃 不管是你要去看夜景 帶回家 或是你要去休息 請記住一個點 就是假如你們約會的途中 其實完全都沒有有說有笑 而且是很尷尬 有點客套 一路到結束 你想帶回家 或是你想帶去休息 就是想要得破的意思那種的話 你要三思喔 因為你很有可能 對方跟你結束 你可能以為很開心 你們可能 可能很開心 但是呢 最有可能是 他突然回去就跟你說 我怎麼越想越不對勁 越想越不對勁 結果你就突然會被收到 呃 你被告了 或是 欸 你性侵害他這樣 所以 你真的要懂得去判斷情緒啦 對 那你可以判斷這個情緒 OK 就看是 要看夜景呢 還是帶回家 或什麼都OK 只要你可以 讓女生可以接受 那再來是 判斷情緒 然後再來是 雙贏 不管任何的行為 都要雙贏 你不要只顧著自己爽 因為 就平等嘛 什麼叫雙贏呢 我不是說 他 他開心 就好 你也要開心 你開心先 在他開心 就是你們互動之中 不要有一個人好像被壓破 你不要只顧著滿腦子得破 之後你就一直想要去做得破的事情 瘋狂的摸他 瘋狂的做一些 變態做的事情 呃 我告訴你有個方式 你絕對 有很大的機率 你們最後可以進展到 對 那個方式就是 建立舒適然 你不用去急著得破 對 你不用急著一直想 啊 我要怎樣可以得破 拜託不要 你就只要跟他聊天 然後你們慢慢的導入到比較私密的空間 也許是 呃 MTV 也許是 夜景 也許是 呃 只有你們兩個人的地方 你家 盡量不要他家啦 因為你家的話 你可以控制的因素比較多 你比較不會突然 可能他家有家人 或是他有室友 或是什麼什麼什麼 除非他一個人住 但我覺得 還是以南方的家會比較好 就是 欸 我講到這裡幹嘛 欸 我怎麼突然講到這裡 啊 完了完了 有點卡池了 完了完了 哎呀 呃 等一下等一下 我想一下 啊 幹我突然卡池了 反正呢 就是 呃 你要去主導嘛 那 雙贏嗎 還有什麼 啊 我想到了 幹我 我突然腦袋卡池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 剛剛去健身 現在很晚了 因為我現在凌晨 凌晨錄嘛 明天要上班 唉 好了這不是重點 反正呢你就是要建立舒適感 你可以腦子想著 我跟你 我們一定會發生關係 因為我很喜歡你 那你也很喜歡我 我們很自然會發生 可是我不急 你要有這個心態 我不急 我不想從你身上得到什麼 你現在 不想沒關係 我可以等 但我不會說我一定要 你懂嗎 這個 心態就是 我跟你聊天很開心 那我們在比較私密的空間 一直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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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這時候你可能會有幾種狀況 你會感覺到 喔 你應該 應該行動了 或什麼的 他就是有那種感覺 我現在說你可能會覺得很玄 你 記住啦 你講話真的要習慣看人家眼睛 你可以從他眼神 判斷出一點蛛絲馬跡 這時候 有個直覺告訴你 就該行動 你就是要行動 好不好 就是行動 不要怕 我知道你會怕 反正就是行動 那 對方 會接受他就會很欣然 也不是很欣然 很開心 但 很有可能就是 慢慢的接受你慢慢靠近 就 反正就是 建立舒適感 多聊 你再更了解他 之後 讓他也更了解你 你可以分享自己的 小時候的故事 慢慢的 越來越深 越來越深 但是是在可能 比較私密的空間 你不要急 你不要滿腦子一直想要幹嘛 很急 很急 你腳好真的很棒 你幹嘛急 你根本不需要急 你懂嗎 因為你可能很多選擇 或是 你 你根本很 你很懂女生 那 他在想什麼 他也許 他覺得你會不會跟他 啪啪啪的時候 你就 不理他了 他會有很多想法 可是你可以把它說出來 之後你可以說你的想法 我是說真誠的想法 我不是說 你為了搞他上床 騙他說你喜歡他 或什麼的 我 我不喜歡 有人這樣做 假如 你聽了 這些知識結果 你還這樣做 我真的覺得 很討厭 我不喜歡這種人 因為我不會做這種行為 我從來不騙 因為沒必要騙 這因為這是開心的事 兩個人都開心的事 所以 不要騙 真的不要騙 假如不要 OK 你就生事 那就算了 好不好 還有不要強 不要強迫人家 永遠都是雙贏 永遠都要尊重女生 女生有點不舒服 你就要立刻退 跟他說抱歉 或是 喔 我太激動了 或是太主動了 對 就是 你得表示點什麼 這樣女生知道你這樣 女生其實會覺得 喔 你有尊重我的感受 那 他有感受到你尊重他 所以他就不會 呃 也怎麼講 他不會害怕或什麼的 當你讓女生感覺他可以跟你 無話不談 之後 呃 怎麼講 他對你很安心 因為 不管他什麼樣子你都可以接受 因為你尊重他 那你也不會鬧脾氣或是什麼 呃 利用一些 威脅 或什麼來去換關係 或是 換肉體 喔這是最懶的 我覺得啦 我覺得這或是用騙的 最懶 我覺得爛爆了 根本不需要 可是 當你可以讓女生對你敞開心扉 其實你就離 呃 你們進一步的關係 更進一步 或是 得破更進一步 對 那 欸等一下我為什麼講到這裡 可惡 這是另外一個話題啊 沒關係 另外一個話題在講的時候 再講細一點 反正呢 約會行程結束了 假如你的約會都不錯的話 你就 可能約看夜景 呃 看夜景的話至少 可以來個Kiss吧 勇敢點 好不好 當你感覺對了 你就給他親下去 好不好 那 呃 或是約家 你家裡 或是約休息 呃休息是最難的啦 因為很不自然 非常不自然 其他的也都不自然 但休息是最不自然的 那 那 因為會行程 你可以想你覺得 有趣的 也可以去公園散步 但你要保護他喔 因為很多遊民 對 那 其實很多啦 很多可以想的 你就 帶他去 記住都是你去決定 你不要去說 呃 你想要去哪裡 對方都跟你聊得很開心 你還要讓對方決定 你們去哪裡 嘖 你是男生欸 拿出你的男子氣概 OK 那 再來是 不要去 呃 不要想說 假如對方說 呃他要回去 或什麼 你不要想說 一定要去他 你才能什麼時候 你就去爐的 不要爐 好不好 不要爐 焦 呃 欸那我們去看夜景好不好 讓女生回你 呃 不好吧 就是 我不太想要欸 你就說 喔去啦 哇 夜景很好看欸 夜景很多城市好看欸 還有星星 什麼什麼的 不然去的話 我給你棒棒糖吃 欸 拜託 不要 不要用爐的 他不去那就算了 好不好 那就看是要送他回去 或是 欸再想別的 還是不行 那也許他不要 對 你可以從他的 肢體語言和他的表情去判斷 對 反正總結就是這樣 那約會行程 OK 就是這樣了 接下來就是 看你要不要續他 你也可以不要續他 可能你很忙 你累了 那就回家 但是就是 呃 怎麼講呢 其實 也不一定都要續他 對啊 就是看自己是怎麼去思考的 還有你們 呃 盡量啦 我覺得盡量 不要有得失心 就是 你不要想說 喔 我一定要完美 ending 或什麼的 其實沒有 不是什麼都 什麼都是完美的 假如 呃 你跟他約會 究竟踩到狗死 就是 我說狗大便 你就在那邊 啊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怎麼辦 完了完了 他一定覺得我噁心什麼的 我告訴你 你這樣 你假如真的這樣想呢 你約會真的就八成完了 可是你也可以換個想法 你踩到狗死 你就會覺得 喔 哇靠狗死運欸 我覺得今天可能會發生點什麼喔 嗯 嗯 當然 當然這可能就自己在那邊爽啦 對啊 可是你跟他互動的時候 假如你就直接跟他講說 欸 我衝衝忙忙走過來 結果 我不小心踩到狗死了 天啊 我也太衰了吧 他可能會說怎麼辦 你就說 喔 我剛剛已經解決掉了 就是 我直接買一雙新血 沒有啦 或是 你可能拿一個東西 洗一洗 你就解決掉 而不是真的踩到狗死 跟他約會 就是 我覺得你可以把你擔心的事情 直接說出來 所以用比較 幽默 揮血的方式去表現 你們的互動就會比較輕鬆 任何事都是這樣 例如 呃 舉個例 你只好跟他約會阿 你眼睛在虛頭阿 你可能看夜景 這時候呢 你們已經靠很近囉 然後你也想說 欸 你要說點什麼 的時候你們也在聊一些 試不乾淨 你們兩人之間的小故事 在很開心的時候 呃 我教一個方式 你可能可以親他 就是 你突然安靜 之後看著他的眼睛 他可能也會看著你眼睛 很有可能是說怎麼了 之後笑 比較開放的 不是開放 比較主動 呃 外放的女生 他可能會 你幹嘛一直看我阿 都把你推開 然後比較害羞 就會 撇過頭 這時候你就不要說話 你就只看他 然後你就慢慢的 靠近 當然周遭不要有人阿 就盡量 就是你們兩個人的私密 那 假如你 那個約會你都不錯 對方 也很喜歡你 通常就可以親到了 可是 這 我雖然用講的 但 呃 有機會的話 我是希望我可以用畫的畫出來 那 當然 這樣的話 你就是 你知道 你就是 拿出你的勇氣 好不要緊張 我說的那些行為 你都不能緊張喔 你就是 看著他 走過去 欸不是走過去 就等一下 趕緊下去 好不好 然後你不要想說 喔我這樣會不會被 說我怎樣怎樣怎樣 我說了 你前面你都 氣氛都很好 都很輕鬆 很好玩 很有趣 我不是說你要無話不談啦 但是 通常你們第一次約會 應該都能無話不談吧 因為他有那麼多未知 你可以聊 你呢 你不會無話不談 很有可能是什麼 你緊張啦 你想很多 你想 喔我講這個 會不會很羞愧 他會不會覺得我很怪 喔 你知道 你知道你就真的很難無話不談 你不要去想這些 你就想到什麼 就說什麼 你不要怕被批評 你不要怕被白眼 就說 好不好 那 你前面那些都很好了 你再做 我剛剛說的那個 你就看他眼睛 突然不說話 有沒有有沒有一直說話 突然不說話 慢慢靠近 慢慢靠近 你也可以突然 你假如感覺他有點 欸他不要 這什麼的 那你就立刻 欸轉頭 欸 你是不是以為我要親你 沒有 你想太多了 我才沒那麼隨便呢 之後就 之類的 之後我隨便掰了 就是類似 因為你的心態就是好玩嘛 你感覺他有點壓力了 OK 那你把壓力鬆掉讓他放鬆 好吧 那 痾 欸我剛剛又突然想到要說什麼 呵呵 我真的很多醉詞欸 好啦 反正就是這樣 就是 輕鬆自在 好不好 不要有壓力 約會就是好玩 雙贏 有趣 然後 你就當作一個很有趣的行程 你是規劃者 他就是負責享受的 就帶他玩 就是這樣 不要想太多 不要緊張 有趣 喝 OK 痾 我剛剛真的想到一個 很不錯的要分享 可是我又忘了 哎呀 好啦 可是主題就是這樣 大概 痾 今天聊的主題是這些 那 我們 下次見 嗯 好 下個話題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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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Q OK 妳